哈囉,大家好,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漫長的三個月,暑假不知不覺就到了尾聲了 也代表著很多大學新鮮人都即將踏入大學啦 而踏入大學之前的第一個任務就是選客了 所以最近我也陸陸續續收到很多小夥伴私訊我 問詢問選客一些注意事項 以及要如何安排好自己的選客規劃 所以我就想著錄這支影片來跟大家分享 我當初在選客上面的一些小心得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就繼續看下去吧! 這支影片我準備了蠻多資料的 所以我會看著我自己準備的筆記來跟大家解說 另外也會把詳細的資訊放在資訊欄裡面 如果大家對於這些事情有想要更深入的了解 都歡迎點下方的資訊欄進行深入的了解和閱讀囉! 那我們就開始吧! 今天的影片先從學分規定來看 師大規定的最低畢業總學分為128學分 其中包含了系項的必選修 自己學系的必選修,像是如果我讀的是華爾系的話 華爾系的必修加上選修就至少要有75學分 所以在自己本系修了選修的必選修呢 至少要有75學分 那剩下的50多學分怎麼辦呢? 這50多學分就平分在共同必修 學校的共同必修 以及自由選修學分上面 師大這幾年改了跟共同必修相關的一些規定 那我們就來看一看師大的共同必修到底包含了什麼樣的東西吧 其中它包含了中文閱讀與思辨 中文寫作與表達 這兩門課程就像是我們高中的國文課的延伸 所以它會分別開在大一上學期和大一下學期 這兩門課是必修 所以大家在大學畢業之前一定要收到這兩門課程 不然就沒有辦法畢業了 好,那接下來呢 第二個部分 就是英文課程 英文課程呢 師大有英文一、英文二、英文三 分別是從大一上學期到大二上學期的一個規劃 那英文一、英文二呢 我當初是用學測15級分的分數來進行抵免的 所以大家如果有抵免的需求 也可以向師大的官網或是自己學校的官網看一看 要怎麼樣才可以抵免英文一以及英文二 因為聽我其他同學的敘述英文一、英文二 也很像高三英文的延伸而已 所以可以拿這個時間去進行其他 去選修其他的課程 那接下來呢 第三個 第三個是體育課 體育課先進 體育課這一年來它改成了必修 我們原本體育課是要修至少六學分 但是它不會計分 它不會影響到我們GPA 但是我聽說 從這一屆的學弟妹開始 體育課會 體育課會計入學分 會計入畢業學分 然後變成只有必修四學分 所以就算是體育課大家也要好好上課呀 好 那在下一部分呢 講完了基本能力課程的三個部分 下一個部分在我們的學校的共同必修裡面 還有通識課程 通識課程包含了三個區域 分別是博雅課程 跨日探索課程 以及自主學習課程 博雅課程就有點像我們之前大家所熟悉的通識課程 所有不同科系的人會聚集到相同的一門課程裡面進行學習 那現在博雅課程能變成四大區塊 分別是原文藝術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自然科學領域 以及邏輯運算領域 這四大區塊大家至少要修到八學分 那下一個部分是跨日探索課程 跨日探索課程包含了學月共同課程 跨日專業探索課程 以及大學入門課程 大學入門主要是跟著自己的系所去進行選修的 像是華語系的同學們 選修大學入門課程就會是華語系老師所開設的大學入門課程 老師裡面的課程設計規劃 也會跟華語系未來的出路 以及華語系這四年的學業安排更相關 所以大家在選修大學入門課程的時候 可以盡量選修自己系所所開設的大學入門課程 那上一個講到的跨日專業探索課程 他指的就是 師大近年來也開放了雙主修服系的門檻 所以我們等於說我們只要修一門課程 就可以拿到雙主修或是服系的資格 那哪一門課程就會被列入到跨日專業探索課程上面 也更加鼓勵大家去進行多方的探索 去選修不同學系的課程 那再來第三個部分呢 同時課程裡面第三個部分叫自組學習 自組學習裡面包含了兩個區域 一個是專題研究 另外一個就是Mux的課程 這幾年來Mux, Coursera, Udacity 這些線上學習平台非常的熱門 所以大家也可以透過這些線上平台 一方面能夠學到 也許在自己系所或是在師大裡面學習不到的知識 然後另一方面也可以得到師大的學分 所以是一石二鳥的,非常棒 好,所以我們這樣子就講完了第一部分學分規定裡面的 學系必選修以及共同必修課程 那除了學系必選修跟共同必修課程 好像還有一個區塊呢 對,那就是我們的自由選修學分 自由選修學分裡面 大家可以用自由學分學成 輔系雙主修 或是如果未來有出國交換的打算的話 出國交換的學分也會納入到我們的自由選修學分裡面 那後面關於學分學成、輔系雙主修 我會有一個專門的持育進行這一部分的講解 所以自由選修學分學系必選修加上共同必修 我們在四年或是三年內 至少要收到128學分 才有辦法畢業唷 再來的第二個部分 就是關於師大的選課系統的運用 這裡我會直接進入網頁裡面 帶大家看一看 師大的選課系統應該要怎麼運用 進入到師大的選課系統之後 會來到像這樣子一個畫面 在這邊大家就會看到學校已經幫我們選好必修的課程 但是大家也可以看一看自己 系統所帶到了必修課程的科目組別 後面有沒有ABCDE這樣子的組別 那如果後面有ABCDE這樣子的組別呢 然後又加上這門必修課程和你其他的學業規劃有所衝突的話 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其他組別的課程的時間 是不是自己可以的 然後也是可以退掉系統所帶給你的必修 然後去瞎選其他班級的必修課程 但我自己是不太建議的 因為必修課程 必修課程的話通常都會很滿 所以退掉之後有極大的可能 是選不到課程的 所以除非是你的必修課程 與之相撞的那個課程是一定一定要拿到的 大家退掉必修課程去選那一門課程才會比較划算 不然到時候既選不到自己的必修課程 然後另外一門課程也不是一定需要的課程的話 這樣子就很令人難過囉 就之後還需要再花時間 回來選回來自己的必修課程 甚至要去跟 大一的學弟妹啊 然後去跟 大四甚至 研究所學長姐們去搶授權嘛 就是會是一個很難的事情 所以既然系統都已經幫你選好必修課程了 那就乖乖的去上那門必修課程吧 好 那進來之後呢 可以按這裡的登記 登記這裡 可以選好自己的 自己的系所 像是我這裡已經選了華語系 然後按這裡的查詢 那因為我們 因為十大的華語系總共分為兩個組別 一個是給本國生就讀的英用華語文學組 然後另外一個是給外籍生就讀的國際華語語文化組 那在選課的時候兩個組別的課程都會出現在我們的選課清單裡面 所以到時候如果是華語系的學弟妹要進行選課的時候 可以去看一看課程資訊裡面 他這裡會顯示給哪一個組別的課程 然後到時候選課的時候要 小心的看如果不小心選到了國際華語語文化組的課程的話 老師可能會要求你要退掉這一門課程 像是這裡的華語發音與正音 這一門課程就是開給國際華語語文化組的堂學選修的 所以本國生所就讀的英用華語文學組的 就不能選修這一門課程了 通常來講我們的課程會在比較下面的這裡 像是從中國文學史開始 這邊中國文學史就是我們大一的必修 像是這堂必修的話系統就會直接幫你帶入到你的選課清單裡面 到時候必修課程大家不需要向來進行選修 除非有我剛剛講你有要換課的需求等等 才要上來進行必修課程上面的更動以及選課 然後再來往下滑的話 會看到出現了選修課程 選修課程的話如果是針對我們系的學弟妹來講 我自己覺得系統上面出現了選修課程 然後開課年級是1的話 就盡量能夠在時間不衝突下的情況下就進行選修 因為我們系的選修課程真的開的非常非常的少 像是我到現在還差了兩三學分的選修課程 我們必須解決 所以可以把選修課程擺在年級較低的時候 擺在不會跟其他像是教程雙組修 等等的安排相撞的時候 就進行選修會是比較好的一個安排 好所以像是我看到了 等日三這門課程好了 我很想要選修它 那這時候我就按這裡的登記儲存 它就會進入到我的選課清單裡面 但是因為我那個時間已經有其他課程了 所以它會出現該課程與其他課程衝突 登記失敗這樣子的一個小提示 所以到時候大家的步驟就是 找到自己想要的課程 然後按登記儲存 然後這門課程就會到你的選課清單裡 然後到時候 系統會在 以這門課程由的 名額數進行分發 來下一個 跟選課有關的是通識課程啦 我自己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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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 大家在第一年級的時候 就是大一大二的時候 在課業壓力比較相對比較沒有那麼重的時候 就選好通識課程 因為我自己認為 自己認為通識課程它的 知識量密度 不會像是必修課程那麼的高 所以其實在 就在同一個學期裡面擺上三四門的通識課程 我個人也是能夠接受的 因為它的課業量 它的閱讀量 它的 學習量 並不會像是必修課程那麼高 所以能夠在第一年級的時候就趕快結束通識課程 在三四年級的時候才可以有更寬裕的時間 去選修其他系的必修啊 然後去安排自己的雙主修、腐系 學分學神或是打工等等的計劃 接下來是關於雙主修以及腐系的 師達近年來大大的開放了雙主修跟腐系的門檻 以前可能需要面試、比試等等的 才有辦法雙主修或是腐系 並且學分的壓力會比現在大很多 現在雙主修、腐系、腐系的學分大概會落在50以內 腐系的學分會落在20到30之間 所以相較於前幾年來講 雙主修跟腐系的門檻變得比較低 所以大家可以好好利用這一次的機會 然後來雙主修和腐系增進自己的跨日能力 那我們要怎麼去查詢自己 所想要休息的雙主修跟腐系之間的學分呢 我們就可以進到 師達的 開課查詢系統裡面 點擊自己想要雙主修或是腐系的那門 那一個系所 這裡呢我以 雙主修華爾系為範例 點進來之後呢我們就可以看到 我們雙主修課程的課程架構表 這裡就會出現 我們在雙主修華爾系的話 需要休息我們的必修學分38學分 加上我們系的選修學分30分 總計雙主修的學分數只有41學分 其實這個雙主修的學分數在我 和其他學校朋友打聽之後才發現41學分 其實超級少 很多學校雙主修學分可能都需要70、80左右 所以大家真的可以好好利用這一次的機會 然後來雙主修腐系其他的 其他的系所 看一看其他的系所專業課程都在上什麼 然後也許 自己未來可以往那個方向去努力 像是這一門課程華爾文教學導論 這一門課程就是我們系所 要雙主修或是腐系時候的 先修課程 這門課程的同時也可以跟我剛剛在第一個階段 講到的校共同 校共同課程裡面的 同時課程之中的跨日探索課程互相認底 所以等於說 你雙主修的其他系所的學分也可以認可到 共同必修 共同必修以及自己也自由選修學分裡面 那要怎麼樣才可以登記為師大的雙主修 跟腐系學生呢 根據學校的規定他們說 不喊言畢生就代表說到大一到大四的學生都可以登記為雙主修 或是腐系學生 只要修必 修必學院所規定出的先修課程 就是剛剛我所講的 那一門華爾文教學導論 如果是想要修 如果是想要雙主修華爾系的話 就可以加修為 這個系所的御修學生 所以第1個步驟是先修先修課程 之後 可以登記為 御修生 登記完御修生之後 然後 根據剛剛的那個課架 腐系修8學分 雙主修修16學分 之後呢就可以直接由系統判斷你是腐系學生 或是雙主修學生了 所以步驟 步驟非常簡單 第1個步驟 休息 先修課程 第2個步驟 登記為御修學生 第3個步驟 根據你自己想要 俯系或是雙主修 修規定的學分 之後系統就會自動把你 認可為 俯系生或是雙主修學生 是不是很簡單 所以 大家 真的真的真的可以 把俯系跟雙主修 納入 自己未來在 自己未來大學4年的 學分規劃以及人生規劃之中 除了雙主修跟 俯系兩個以外 我還有什麼課程可以修啊 除了這兩個課程以外 我們還有 學分學成 學分學成呢 我個人認為可以把它解釋為一個小俯系 剛剛說到俯系的學分可能會落在20到30之間 那學成的學分就大約會落在10到20之間 跨日探索的 廣度 我自己覺得會比 府系要來得多 為什麼我會說 學分學成的跨日探索的廣度 會比府系或是雙主修要來得高呢 我們就可以直接進來 10大的學分學成的網頁來看 像是 裡面的這一門學分學成 日本語文學分學成 這個 學分學成裡面的一些課程 也許沒有辦法直接從系所裡面找到 因為10大並沒有日文系 那大家就可以透過去修習學分學成的方式 增進自己的日語能力 所以大家如果對日學分學成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進來10大的學分學成的網頁裡面 看一看自己有興趣的學分學成 那我自己呢 我是修了兩個學分學成 第一個是融日英語學分學成 我自己認為融日英語學分學成是一個教你 怎麼應用自己英語能力的一個課程 而且很多的老師都非常鼓勵你 非常鼓勵你在上課時候進行發言 融日英語學分學成裡面的課程 通常都會是EMI課程 也就是全英語課程 所以在全英語的環境裡面 大家就會自然而然的說英文 然後一方面增進自己的英語口語表達能力 然後一方面也學習到了 也學習到了學課的內容 所以如果想要提升自己英語能力的同學 我也蠻推薦大家來選修融日英語學分學成的 除了融日英語學分學成 我還另外修了一個學分學成 叫做國際教師學分學成 國際教師學分學成就是IB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如果大家對於 如果大家對於有點像實驗教育 這些 這些教育方法有興趣的話 也非常歡迎大家去考考看IB學分學成 我自己修完之後我覺得非常非常值得 IB就有點像是現在國內的108課綱的媽媽 就108課綱 我個人認為108課綱蠻多東西是借進IB的 所以如果大家未來想要在教育界裡面生根的話 也可以透過選修IB學成 然後把一些 IB學成的理念呢 帶到我們的國內裡面進行教學 而且而且呢,師大是台灣唯一一所 而且是第一所 受到IB機構認證的失陪機構 所以在台灣只有在師大才有辦法上到IB的失陪的課程 而不藉著我們還是再學學生的這個機會 就來修一修這樣子的課呢 看一看不同的教學理念 然後看一看要怎麼 培養自己未來的學生、未來的小孩 面對未來的能力 除了雙主修輔系 學分學成 很多人來師大都有一個成為老師的夢想 那在成為老師之前呢,我們需要修教程 但是在修教程之前,我們還有一件事情要注意 要看一看自己的系所 是不是失陪系所 像是我所就讀的華語文教學系 雖然有教學這兩個字 但是我們系其實並不是失陪系 所以在我想要修教程之前 我就必須去雙主修或是輔系一個系所 像是我就雙主修的國文系 才拿到了可以去征選 成為失陪生的資格 其中的教程呢 包含了26學分的 教育專業課程 像是教育社會學 教育哲學 教育心理學 這些 大家常常聽到的課程 都會包含在教程裡面 在休息完26學分的教育專業課程 就代表我們可以 成為一個老師可以拿到教師證嗎?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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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太天真了 在休息完26學分的教育課程 這只是一個剛入門 在畢業的時候 我們會需要去考教檢 教檢的時間呢 通常會落在六七月 這一段時間 所以等於說自己 畢業之後 面臨到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考教檢 教檢通過之後呢 我們會需要有一個六個月 半年的教育實習 教檢通過 加上教育實習通過 之後我們才可以取得教師證書 取得教師證書之後就開啟了我們的流浪教師生涯啦 好 所以取得教師證書之後我們才有辦法去考各個學校的教征 然後成為一個正式的老師 所以如果要修教程的朋友們 我們的畢業學分最低會是 128學分加上26學分的教育專業課程 也就是154學分 因為教育專業課程並不能和我們之前講到自由學分相敵人 所以在生涯規劃 在大學的學業規劃上面 如果有想要修教程的朋友同學們 就需要好好去規劃自己的時間 然後規劃自己的學習步調 以上的這一些必修選修通識雙主修輔系 的這一些課程呢 大家其實都可以上一個臉書的群組叫做 十大選客媒蒂雷 十大選客媒蒂雷呢 是我們十大學生最常最常用的一個 臉書的社群 在十大選客媒蒂雷這個群組裡面呢 可以看到大家推薦 不同的選客課程 或是如果大家對於課程有疑問的時候 也可以上來這個群組 進行詢問 當大家看到一個 自己有興趣想要修 但是這個老師卻查不到 什麼太多的相關資料的時候 其實不妨進來 十大選客媒蒂雷這個臉書群組 然後進行搜尋 或是問一問上面的學章節有沒有推薦的課程喔 最後一個部分就是關於學分數的建議 大家一定都聽過大學有三大必修學分 愛情客業社團 那自己到底應該要怎麼拿到這三大學分呢 就要做好時間管理嘛 所以在做好時間管理的時候 我跟大家分享我的一個小PayPal 我的小PayPal呢就是 在開學前一兩個星期 或是甚至現在大家都可以開始著手計劃 先寫下自己未來半年的時間規劃 可以寫下自己有沒有打工的計劃 自己想要參加什麼樣的社團 然後自己想要參加什麼樣的活動 依據打工的計劃 社團的社團練習的次數 然後跟活動練習的次數 等等的來妥善規劃自己的課表 不要因為 打工社團活動等等的 去侵犯到了自己學習的時間 畢竟在大學是一個學術的殿堂 學習這件事情還是佔了相當一定的份量 大家一定要妥善規劃好自己的學分 好好享受一個最青春的大學生活 就我自己個人的經驗的話 其實我每個學期 學分數 都落在25 到30 左右 其實這個學分數對我來講是舒服的 不會到非常累 也有時間進行打工 也有時間進行打工 參加社團 然後出去玩等等 但是畢竟課業壓力每個系所都不同 所以大家可以去詢問自己系上學長 以及自己所修習的這些課程 壓力大不大 然後課業量大不大 然後去妥善規劃好自己的學分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結束啦 謝謝大家聽完我 謝謝大家認真聽完我今天的影片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囉 謝謝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